朋友大家好 各位鄉親大家好 就是我今天來的話我發現說 其實今天還有蠻多的專案就是跟我的 因為我今天來吃我不只是要挖坑 我也準備好跳坑 所以說我是非常歡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你們的看法 好 為什麼提案 這是很奇妙的就是因為我只是想要自己 我本來只是想要自己做一個功能 然後我自己私下可以使用 然後Bugs and Beasts就是說我在進行這個專案的過程之中 然後在電腦方面就是會有遇到這些問題 然後我一直很希望說我要做出一個非常簡單 很簡單就是我自己可能平常無聊 然後點一點然後我可以持續開發的 就是可以幫助我減少減化一些流程 好 繼續 我繼續往下 就是剛開始是這樣想 我就想說我可以來做一個APP 也許我可以這麼做 就是做一個APP 然後它是有很多很多的按鈕 就像我簡報 簡報我自己畫畫的大概出行可以是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網頁 那再來就是我也會去觀察一些商業的動線 然後為什麼還有網路一些生態 然後再來就是我比較在意的是有一些環境的 就是減肺步驟還有循環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開圓 開圓就是就像我今天講 我也是準備來跳坑 所以說就來學習這樣 OK 好就是 不好意思 怎麼回到上一頁 對 左邊 對 左邊 欸 啊 時間到了嗎 好 好 好 就是說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初步就是 呃 無法期望政府會做的事情 就是我發現說 欸 我覺得 我不管是鄉民 或者是我去到哪裡 我都會 我可能都會需要一個Toolkit 然後可以讓我幫助我在網路上面 避免一些非常瘋狂的那種資訊亂流這樣子 那 所以我剛開始想到就是一個APP 然後或是一個網頁 這樣 那其實 我今天過往的話是想 想要分享大家的想法 因為 幫手的話 嗯 底下 以下的字會有點多 然後就是 欸 簡報的話算是 對我來說算是一個起步 然後 在報 在 做日的簡報的時候 也出現一些插曲 就是我發現 有些人 不知道是為什麼他就 嗯 會放養一些流浪貓之類的 然後有一隻貓就跟著我回家 好 對 好 要爭取 爭求什麼人 爭求就是 就是 可能是做一個類似像這樣的介面 非常非常的簡單 就是 就是可能 你可以加一個圖像或文字 然後給自己計 好 什麼樣的人 呃 工 就是技術的 好 技術方面 他今天講了一句關鍵的話 就是他挖坑 但是他也準備跳坑 所以這個大家可能也要用正常的心情 就是 今天如果你的挖坑沒有人跳 你也可以去跳別人的坑 好 就是互相 互相一下 對 然後 好 謝謝囉 時間到了 好 不好意思 就是 我還有就是 我希望爭求 就是對OSM有了解的人 OSM 好 有 我看到Rex了 直接就有Rex 那個OSM的人 來 好 謝謝 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發錢專門